字幕君 李宗盛 李宗盛 接著在內裝的部分呢 在小開款上也有一些小小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它的面板 鋼琴烤漆的面板 以及影法絲紋 它是類影法絲紋的一些處理 這樣子的搭配 我相信大部分的消費者都可以接受 起碼比很醜的核桃木來說 這樣子的設計 你從內裝視覺上來看 它非常的有神秘感和質感 中控台最上方的這個資訊幕呢 它也做了一些小小的調整 它的旅程資訊的顯示 音響的資訊 還有就是空調資訊的顯示 室外溫度的顯示 都有做一點小小的改變跟排列 那下方的主機一樣沿用上一代的一個系統 包括雙區的恆溫空調 那在後方的排檔桿 它一樣採用了手勢排的設計 然後搭配的是武術的手勢排變速箱 不過有一個重點 這個是我覺得讓Mazda 6五門先備車型 在運動化又扣了一點分數的一個主要配備 就是方向盤後方的換檔撥片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它後面還是有一個預留孔 可是這個方向盤的換檔撥片已經被取消了 這個是在我拿到車的時候 除了輪胎之外 第二個讓我比較訝異的地方 如果原廠要把它塑造成比較運動化 比較有個性的一款車 我覺得這些配備應該不要被取消才對 座椅的包覆性和支撐性來說表現都很好 而且兩側都有電動調整的裝置 駕駛座還有三組的記憶裝置 那以方向盤的握感來說 有一個配備是被增加的 就是它的定速裝置 之前是在四門的頂級版本才有的配備 目前在五門先備的版本也有這樣的配備 那左方的話一樣有一個音響資訊 還有旅程電腦的一個切換功能 所以它整個方向盤整合性來說 已經是百分之百很完美了 儀表板的搭配跟上一代還是維持一樣 不過有個地方就是它的Keyless系統 之前我們的Keyless系統 它只能啟動引擎 那如果是在四門的開關設定上 它是沒有辦法做連動的 你必須要用遙控器來做開啟 或者是你要去按這個按鈕 可是現在已經改為就是它會偵測 它有一個sensor會偵測 你只要靠近車門 你的遙控器帶在身上 你只要輕拉這個把手 它就可以做一個開門和釋放 還有鎖門的一個動作 所以算是比較便利 一個進化版的Keyless裝置 那接著我們來打開的就是引擎室 它有沒有優壓頂桿 沒有 所以你還是要用手動的方式來做開啟 引擎室內長的這具引擎 一定要是2.5升的四缸引擎 它是雙兔輪軸16氣門 上面引擎蓋上面寫的非常清楚 還是延續剛剛的話題 如果這具引擎可以換成CS7的2.3渦輪增壓引擎 我相信更能夠匹配Mazda6非常漂亮 非常動感非常年輕化的外觀 那我希望原廠可以多加考慮 把那具引擎裝載 既然日方已經同意了 讓這具引擎來台灣 那為什麼不在 Mazda6甚至未來的Mazda3 都能夠同時安裝這具引擎 這樣子對於原廠來說 它的整個引擎的 譬如說零件的成本也會降低一點 那這具引擎最大馬力是170匹 扭力剛剛好是23公斤米 搭配的變速箱是5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如果說是2.0的部分 它的馬力是147匹 扭力是18.8公斤米 一樣搭配的變速箱是相同的 那懸吊系統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前輪是雙A倍的一個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是多連桿的獨立懸吊系統 前後都有仿輕桿的一個設計 那在最後我為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一個試駕心得 其實它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輪胎 從17吋 從原本的18吋變為現在的17吋 因為扁平比也不一樣 加上接地面積也不同 因為雙A倍懸吊的特性它很明顯 就是它的反應會比較直接 它不像麥花城 所以你的輪胎胎壓不對 或是輪胎的尺寸改變呢 都會去影響到你整個駕馭起來的操控和路感 那搭配現在17吋的輪胎呢 雖然它的抓地力表現不錯 可是它在整個路感表現 還有循跡性的表現呢 就沒有上一代來的好 那這是我剛剛簽到的車 第一個比較訝異的地方 我覺得它應該還是維持一個18吋的搭配 會比較好 甚至19吋 我覺得更能夠凸顯它的外觀運動化 以及它整個抄架的路感 第二個就是引擎 引擎的部分呢 2.3渦輪增壓雖然沒有來 不過這具引擎它整個加速性能的反應呢 還有就是跟武術變速箱換檔的 銜接順暢性表現是很好 不過就只能應付一般的路面駕駛 如果你要跟它這麼漂亮的外觀來做匹配 我是建議 馬子打把那具2.3裝上來 第三個就是方向盤換檔撥片 雖然其實包括家瑋在內 我的車其實 我有一台車也有方向盤換檔撥片 可是我用到的機率其實只有在山路 甚至在高速公路在超車的時候 我才會用得到 可是這個撥片呢 我相信對於很多消費者來說 那個Kimochi的心理因素會佔比較多層面 有了這個撥片 起碼你的內裝整個駕駛視野 看起來會比較熱血一點 那這個也被取消我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取消了這麼多 可是它還是有增添了一些其他不同的配備 包括外型的設計 以及一個家瑋非常喜歡 大家也應該知道的就是定速裝置 定速裝置之前在五門先輩上面是沒有的 好那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因為今天現在外面是在下雨 所以我們介紹的會比較趕 不過我想我應該把這台車的重點 又已經介紹完了 好那明天我們還有一台車的試駕 我們明天再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